台股在今天在创新高 而且还带动了领股交投更热络 全网台积电从盘中领股上路到现在 股东暴增了将近4.2万人 其中领股的股东增加了3.97万人 平均每人持有164股 统计盘中领股交易以来 台积电从450元涨到了484元 短线的报酬就达到7.5% 从10月26号盘中领股交易上路以来 台积电从450元涨到484元 短线报酬7.5% 台股创新高 台积电创新高 PTT股票版成为热门讨论第二名 更有公送466T学长黎盈当作版名 也就是代表买在前波高点 466元的投资人总算松一口气 自从盘中领股交易上这之后 本身台股就在一个创新高格局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说从这一波领股交易制度 开始使用领股交易的散户们 其实这一波多数以来都是赚钱的 领股盘中交易以来 台积电与山津 鸿海这三档散户成交量大 账上获利都不错 16号台股大涨 台积电盘中领股全天成交突破79万股 金额高达3.7亿元 一举推升盘中领股总额突破8亿元 打破新制上路以来记录 而前五大热门盘中领股 台积电持续居贯 其他还有005019.1万股 加联益16.4万股 鸿海0056也都上榜 台积电领股成交量大 领股达人也分析 因为领股与整股的手续费率不同 透过拆单套利的小方法 直接用台积电试算 台积电的话 我们用400 如果说像今天收盘是487块的话 你如果说你是直接单纯买一张的话 它的交易成本是617块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你要大概是拆成6股 6股可以符合券商的领股优惠 也就是说6股的话 一股手续费还是1块钱 如果你拆成6股的话 等于是1000股来说的话 总共是要下单数是167笔之下 所以资助成本就167块 台股大涨持续创新高 10月底上路的盘中领股 小资投资人不仅已经有了获利 各种操作也持续成为市场话题 据讲业宇玲 林秋强 台北台坊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